大家好,我是Andy, 今天是2020年10月4日, 星期日晚上7點在拍片通, 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日線圖, 看到恒指日線圖, 由這個位置開始走過下跌5浪, 看到1,2,3,4,5 而這個四浪如果沒有升穿23932點, 沒有升穿綠色的水平, 應該還可以成立的 即這個下跌5浪, 還可以成立的 即是現在阻力方面是23700點以上的地方是阻力的 而如果沒有升穿23932, 還可以維持這個下跌5浪的看法 看一看他的5小時圖 看到5小時圖 可以看一看他的反彈浪, 可以量度一下他的比例 用一個比例的方法去看一看 他如果再有反彈高一點的話, 可以彈到有多高 用一個小時圖去看看他的反彈浪走得如何 如果在IG這個位置這個浪, 就是1比1比例 就像是一個, 由這個位置去到A 然後這個位置去到A, B, C, 這個位置去到B 這個位置就是C1, C2, C3, C4, C5, 大概是這樣 如果一跌穿這個位置, 那個反彈浪應該有機會完成 跌穿這支音速最低位, 那個反彈浪應該有機會完成 如果以比例參考的, 像是有機會去到23819, 這些位置都可以 如果有機會到23819, 這些位置都可以 是23800多,用不同量度去看看大概可以去到哪 如果是用這三個位置去量度,就有可能去到23900多 如果是用日線圖的位置,就有可能去到那些位置才可以去到那些位置 如果是日線圖的位置,假設它在走四浪,它有一個位置不可以升轉 就是要留意那個位置 就是23931,這個位置不應該升穿 反彈似乎可以是 如果要這樣走的話,反彈是去到23800多 因為它不應該升穿23931 那些位置 這個是透過 retracement的量度 剛剛是透過延伸的量度 即是說如果還有一個五浪向下的話,應該就像是23818 然後我去到這個位置 也是這樣下方,正bo 或是把是這些了 而這個量度也可以是這幾個位置 而這個量度就是23880多 而這個量度也是23800多 其實反彈有機會會升高一點 而可以参考IG的指数, 这是周末指数, 所以参考性可能会变得多些 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周末指数的日线已经做了四叉, 其实反弹的机会是很大 日线图就是这个位置, 反弹的机会也大 再看看里面走的浪, 这个位置有机会是反弹的, 这位大概是23,900 现在是有机会反弹, 这里是3, 下跌3, 这里是下跌4, 现在是下跌5,1, 这里是2, 这可能就开始3, 4, 5, 跌穿这个位置 也可能是2浪複杂一些, 这里是下跌1, 下跌2可能是A, B, C, 现在下跌 这个位置, 理论上就不应该升穿 就算升穿也好, 都不应该站在上面, 如果站在上面的话, 例如4小时图站在这些水平上 收足的话, 就未必会有下跌5浪, 即未必会有下跌5浪 即未必会有下跌5浪 那再看看后线会如何, 如果这个位置没有下跌5浪, 这可能是反弹2浪也不定 这就是一线, 下面是下跌5浪的开始, 这里是1, 这边是弹高点, 可能是2 还是一个大线的下跌3浪也不定, 当然也可能是A, B, 接着是C,这样也可以 如果下跌五浪跌幅,下跌幅應該比較少 因為下跌幅已經是同一個跌幅,即是下跌五浪跌幅 因為下跌幅可能會有C2,C3,C4,C5也不定 但下跌幅的空間似乎不多 看到周線和STC的慢線是超過跌幅 當慢線超過跌幅,至少有短線或中線轉向的機會都高 看到這些位置也沒有,除了這個位置也有 這個位置算是大跌幅,當時是慢線超過跌幅 就是21000的位置,即是說這個會不會是第一隻腳,這裡會不會是第二隻腳呢? 因為第一隻腳的慢線超過跌幅 現在慢線又超過跌幅,會不會是第一隻腳,這是第二隻腳呢? 這個位置也有可能,如果是這樣的話,後面又再好一點 但要留意,之前這個位置也超過跌幅 看到它是可以上完再下跌的,即是上完再下跌 至少有幾個星期,就像這樣 所以就看看它再跌穿23000的位置,看看支持是怎樣 看看貴線圖 看看恒指的貴線圖,上一季收了在34mA下面 這次的貴線圖,沒有碰到55mA下面 但是沒有碰到55mA,即是說 今季也有很大機會試 上一季收了在34mA下面,沒有碰到55mA的位置 上一季收了在34mA下面 沒有碰到55mA的位置,即是說今季可以試 可以试55Mbps为止,有机会弹高一点才试,也可以直接试, 即是说,似乎10月份要跌穿23,021Mbps这个机会也大, 到跌穿了之后很难说跌穿多少之后有支持还是没有支持, 这些要到时再看,暂时纯粹看这里的讯号就是, 下季可以跌到23,021Mbps或者跌穿, 这是一个比较大信心的方向,然后看看周线,周线也是受制3Mbps, 所以还是偏向是有机会继续跌下去的, 下跌5浪可以跌到哪些位置呢?透过量度就可以找一下, 但是这个量度就是,大前提就是4浪已经反弹完了, 如果是这样去到量度就是22,697Mbps, 就是第一个位置,也不是说不看太深, 或者再深一点就是22,364Mbps, 就比较觉得是22,697Mbps这个位置, 也比较有支持的,也比较觉得是, 就是跌穿一下22,700Mbps那些位置, 要留意的是,这个是在4浪确实了它是反弹完了, 才是这样看的,这个参考的比例, 但是如果它是下个星期开始, 4浪还可以比较高的话, 就要再度过,到时就要再度过, 就是说它4浪反弹得越高, 似乎5浪就未必说会太低, 这个要到时再度过, 暂时先假设是4浪完了一集, 那5浪就是看22,697Mbps这些位置, 看看上阵指数吧, 就似乎要试买0.320Mbps那些才有, 因为通常会试买的, 就算要上阵指数吧, 也会站稳一些比例的, 除非它有MA, 除非周线图有MA, 看看会不会有呢, 那看到它, 有21MA周线, 就算不去到0.382这个位置, 3148也好, 它也有机会先碰到21MA, 周线图的21MA, 看见是未碰到, 似乎是未跌完, 上阵指数方面, 也未跌完, 现在收到13下, 通常会跌到21MA才再上, 所以上阵指数应该是未跌完, 看看美股方面, 美股原本的看法就是, 这里是W, SY, SZ, 原本是这样的看法, 但因为纳指就不像, 因为纳指后面的SS浪, 这个就当作SS浪, 因为它是三重的调整, 但是纳指方面就升穿了, 我们看看纳指, 纳指打指数, 看到IG的指数是, 这个是W, 这个是S, 这个是Y, XX浪, 看到它的SS浪, 它是高于S浪, 所以这里就已经不太成立了, 反而有机会是A, 然后这里的反弹是B, 这个就比较迟, 即是现在, 看到C, 当然也有另一个可能性, 因为它已经升穿前面的阻力位, 也有另一个可能性, 就是在这些位置开始做1,2浪, 所以要留意就是, 50%的位置, 看看它会不会收到50%的位置, 下面, 如果收到下面, 有机会是, 下跌多一下才再上升, 如果去到50%, 即是这个浪的50%, 收不到下面有支持, 那可能, 至少有一个A,B,C, 至少这里是一个, A,B,C, 看看A,B,C, 看看A,B,C, 会不会再下跌, 即是这里, 加上一个大的A, 这里加上一个大B, 然后, 到时再有一个大C, 也可以的, 或者这里是一个1,2, 然后又有3,4,5, 然后再升穿这个顶,也可以的, 暂时有很多可能性出在这些位置, 变数也比较多, 因为不是太过一致, 纳指和其他两个指数, 未估指数, 其他两个, 这个反弹就没有升穿前面的阻力位, 但是纳指也升穿了, 所以分析方面有点改变, 但是短线也应该是向下的, 因为它就算这里是向下一个, 即使它这里是向下一个, 即使它这里是向下一个, 1,2,3,4,5, 那它也要向下一个调整, 可能是向下一个A,B,C调整, 到时站穿MA, 或者升穿移动阻力位, 就有机会再上, 然后这里是一个大的1, 这里是一个大的2, 这里是一个大的2, 然后走大的3, 有机会是这样的, 即使是要升穿回这些位置, 例如纳指来说, 这里是一个移动阻力就是这个位置, 升穿这个位置就有机会上, 即使未升穿这个位置之前, 也有机会是这样上, 下, 上,下, 这样的, 有机会是, 看看道指的走势, 看到有线堂方面, 看看它的MACD, 看到它这个死叉, 这里是金叉, 即是这里是同一个浪, 即是说, 似乎, 似乎, 似乎这里是同一个浪, 然后这里是同一个浪, 然后这里是同一个浪, 这样的, 看到它的STC慢线都上去了, 对应这些位置, 这里是同一个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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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时看上去就像是, 即是像是会下多一下, 而最保守的位置, 最保守的就是刚刚所说的1,2,3,4,5, 然后走个A,B,C, 这个就比较保守, 即是现在走到A, 走到B, 但B还没有死叉, 所以有可能在这些位置又会上上落落, 如果没有跌穿这些位置, 加上可能是一个1, 这个2, 然后再上落, 未估就说到这里, 看看黄金的走势, 看到黄金, 今个月反弹了一点点, 看到是反弹了上去3M的位置, 然后压回来, 其实暂时都只是出了一个月的阴烛, 也都收在3M的下面, 其实都不是太好的信号, 要记住这个月线图, 已经升了55个月的, 加上前面是升了55个月的, 由这里开始升了55个月, 所以看到STC也死叉了, 所以这些位置要留意, 上个月是做了一支都比较大的阴烛, 所以不排除今个月都是吹向收阴烛, 看看周线图的走势, 周线图如果用黄金比例量度, 上个星期反弹, 纯粹是碰到21MA, 所以反弹比较大, 反弹上去13MA, 站到21, 反弹上去13, 又站不到3MA, 又站不到5MA, 所以下个星期, 亦都是看淡的, 走势也是看淡的, 亦都站不到23.6% 这个黄金比例, 这个黄金比例是19, 1902, 即1903, 差不多, 站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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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所以下个星期, 1902以上, 亦都会被沽下来, 下个星期, 如果是反弹上, 1902以上, 亦都会被沽下来, 下个星期, 亦都会被沽下来, 又再挑战到148, 即21MA, 又再向下来, 再挑战到这些位置, 最终会去到183, 0.36, 最终会去到一些黄金比例的位置, 最终会去到一些黄金比例的位置, 就是这个, 所以由这里到这里, 回套0.382, 就像这样, 看一看原油的走势, 看到原油的周线图, 看到那个, MACD, 这个位置, 不停地缩住, 它还没有缩住到死叉, 如果假如死叉, 可能会跌得急, 如果真的死叉, 跌得急, 如果真的跌得急, 这里就有机会走一个, 就是ABC, 也有机会走一个, ABC, C, 大概会是, 可以去到1比1, 甚至1比1.18的比例, 暂时来看, 所以看到, 1比1的比例就是, 34.26的位置, 甚至乎去到, 29.67的位置, 这点要留意, 比较保守的, 似乎是, 34.26的位置, 那这个就是原油的看法, 看看一个, 美元指数的日线图, 看见到, 美元指数的日线图, 拉回这个位置去量度, 之前是, 这里有一个, ABC的可能出现, 就是ABC, 如果它反弹完, 它可以跌穿这个底, 暂时看它能不能够搜到, 这个位置的一半, 即50%的位置, 或者61.8%的, 看见它, 这位置是, 已经量度住这个位置, 或者这个位置都可以, 如果这个位置就是, 看见它搜到50%的位置, 而这个位置呢, 也是搜到50%的位置, 这个位置, 如果这个位置, 就曾经收过50%下面, 但是下面有MA, 也没有搜到61.8%下面, 所以也没问题, 暂时不是太差的, 未然指数的周团, 如果这样量度, 它站得比较, 正好看见到, 杨竹那只穿一穿50%, 然后下一只就已经没有再穿了, 叫做企稳了, 最低位, 就像是会搜到这个位置, 搜到的话, 即是, 保守D也有机会是, 看看这里会不会走, 即是A, 然后B, C, 也可能是一个A, B,C, C1,C2,C3, 这个位置就比较像, 因为这里就不算回得太多, 这里也升得比较比较多, 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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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这位置是, 这位置是稍微多了一点, 这里不够深, 所以这里行A,B,C, 这个机会会小一点, 当然, 基本上都排除不了, 这几个可能都, 即是, 比较大信心的似乎就是, 起码是, 暂时看到是, 是搜到这个50%位, 那么搜到这个位置就没有问题, 即是有机会是, 是, 到时升回这个顶, 再看是什么浪, 如果它真的会升回这个顶, 即是说, 黄金, 或者, 股市, 或者, 油价都有机会是, 会回落的, 今天这段影片就说到这里, 喜欢可以给个赞, 还可以订阅YouTube, 也可以订阅分享给朋友观看, 也可以订阅YouTube的会员, 或者是Patreon的会员, 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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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